欢迎各位观众收看今天我们 私基金特约古坛事件 今天继续有两位朋友 首先有施老板 还有李浩德 反而各位观众可能不知道我是谁 我先介绍一下 我是今天古坛事件的主持人 今次第一次和大家见面 我是天鱼乐明 有机会今天和两位在这里讲一下财经业话 亦都和各位观众见面 各位,我们今天讲这个话题非常之热 其实我最近觉得人很害怕 怕什么呢? 我发觉世界很混乱 在香港之前有些社会事件 环球又有疫症 经济上又说有些中美贸易糾纷 现在世界上有仗在打仗 大家知道吗? 未必知道 打什么仗 中美的科技战 已经打到白热化阶段 所以今天和两位老板和浩德 就讲一下中美科技战 这件事 其实中美科技战 最白热化到什么呢? 就是TikTok被人搞 但其实这场仗 不知道大家知道 是什么呢? 打了一段时间 我记得我的印象当中 什么时候开始打呢? 几年前 中兴被人制裁 接着到华为 现在TikTok 是否已经打了几年? 施老板 打了不止几年 不止几年 我记得很久之前 华为已被美国政府限制 有一次我印象中 AT&T 跟华为签了合约 在美国的AT&T零售电 卖华为的电话 什么都说好 就快要推出 美国政府出手 要他们解约 不让AT&T做 所以 美国政府阻止中国科技发展 已经一段时间 你刚才说科技战 其实科技战 不应该是这样打 科技战是大家比科技 我搞5G 你有本事 就搞6G 我搞大疆 你自己美国的飞行器 如果是这种竞争 比技术、比创意 是会促进人类进步 现在搞市场争夺战 如果市场大家向消费者争取 人类都会进步 消费者会得益 现在是用行政手段 是避免竞争 这是跟美国以前一向鼓吹的 自由经济 公平竞争 背道而银 譬如今次TikTok TikTok 会影响美国的安全 我不算在网上很互弱的人 TikTok 我没有用过 大陆的叫做抖音 抖音 抖音 政治内容很少 如果这类型的性质 影响安全 Facebook、YouTube 即使TikTok 亦都会 亦都会 所以 我认为最主要 TikTok 受欢迎的程度 如果网上下载 Apps的次数 比YouTube 比Facebook 比美国更多 这类型的 本土企业 这不止是硬件 这些是牵涉到 AI、数据 连这方面 美国都输舌 之前是估不到的 所以 它要由政府出手 你一旦賣给微远 要不便禁止你 我不知道最后结果 你看会如何 是否賣 还是否賣 似乎 我认为華為的处理手法 企业本身的选择不高 这是政治性的考虑 现在时间表上高 应该很快 可能3、4星期已經知道 因为最近市场已经知道 作价都可以出来了 300亿 最多 好像很划算 300亿就很便宜 之前说 好像很划算 超过千亿 三千亿 当然市场很难去揣测 始终它暂时还未上市 很多具体的财务数字 我们不知道 似乎现在的薄力 都是向美国主导一些 是 还有声器 说 买什么价 都好 美国政府要勒决 要抽水 打牌 打牌抽水 可先例 但这件事会損害了一些美国投资者的利益 因为TikTok 都花了不少钱 他一样在美国收购一些公司 做了这么多推广 他后面也要邀请很多技术人员 去支持他 这些钱给我们来的 除了大陆的投资者 我相信TikTok 很多都是美国、西方基金投资 他们投资的时候 是买这间公司的前景 买这间公司的价值 如果硬押押押卖 他们会有损失 他们会有损失 会不会吵架 香港人常常告司法覆核 总统可否无端没有证 要逼别人去卖 现在特朗普都是出去最平常的东西 我只是出口述 我告诉你 你本来就不能够了 现在给你有得够 你可以卖 不过要卖给美国公司 卖给微远 他没有做什么实质行动 我说而已 说都不行 现在说都不行 不过他是总统 他有些行政命令 是的 我自己觉得 是否卖得成 你要看政治上的考虑 如果太便宜 我也有做生意 如果要我更便宜 更自卖了我的生意 我 0.5 卖 如果不卖 但美国政府就要决定 是否真的停止 因为停止 在美国国内 都有很多用户 突然间他无法使用 如今 TikTok 是年轻人花在时间最多 比Facebook 每天都用2-3个小时 你突然间无法使用 矛头会指向政府 而且你刚才说 他是出口述不准 正式要做的时候 可能也有些程序要做 例如我不卖 特朗普11月要选举 这个时候 杀停他 可能不见选票 当然 剛才说 有个意见 他最新的状态 就是说 美国政府是否会参与抽水 除了特朗普 没有正式文件出过来 不用正式文件 你卖了便收你 但如果我虧本 你还是收我 美国也有交易税 关于TikTok 最新的腾讯事件 他们最喜欢说的行政指令 已经出了一个限期 45天 希望大选之前 已经要处理这件事 限期到9月15日 今次不是 今次特朗普的理由 很冠冕堂皇 提到TikTok 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如何威胁 TikTok太受欢迎了 我怎知道 有什么人 会用这个技术 来宣传一些 他不想收到的信息 在美国 第二 他来到美国 拿太多国人资料 拿回不知哪里 又是一个问题 还有 我很少见 美国的政府 留下官员和特朗普 是如此一致 通常 特朗普说完 留下的就未必做 或留下说完 特朗普又会拆他回 现在不是 连国务卿 蓬佩奥都说 不是,我要静网 我未来 留下的官员 在特朗普下面 哪里可以不听他 你不听他 很快就换了 之前都换了很多个 所以 没得不听 他的政策 文责官员一定是 他选择 一定是跟他那一套 我反而最想知道是什么 之前有中兴 有华为 现在有TikTok 之后还有没有 可否预示一下 TikTok那件事 都快要有一个多两个月 应该有结果 之后再会如何 我相信全方委会限制 差不多一年前 中美不是贸易上的磨擦 如此简单 全方委都会压制中国 要中国以后 没有机会挖起 没有机会威胁 美国的老大位置 如果美国不能做老大 他的法钞红利未必保得住 如果没有法钞红利 他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 他都是因为可以无限量举债 QE 他才可以解决眼前的问题 否则要垃圾枯头去还钱 他现在借的钱 大部分都没有预计要还 要还便要借新债来还 所以他一定要保持他的一哥地位 钱监钱 我想问 根据老板所说 其实美国经济 是否真的窮到要富穿洞 真的要靠 發债也好 印银子也好 即是钱监钱 債敢差 大家都知道 美国的商资 财政赤字 贸易赤字 基本上 已不是今时今日出现 只是 没有正面解决问题 純粹透过自己的国际实力 以及美金霸权地位 能够继续维持 所以这件事对他的命物很重要 今年尤其是疫情下 美国所谓印的银子 派每个星期那几百元 全部都是靠印出来 即是财政部印出来 找联储局买 这件事 其实就是美国现在 还能够生存的唯一方法 我听两位这么说 其实 不论美国政府现在做什么 其实最终的目的 我个人解读 其实是一个 就是保持在国际上 大哥大的地位 方法可能有两个 根据刚才听说 施老板的综合 第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压制着不同国家的科技发展 因为科技始终掌管了很多不同的命脈 第二件事 保持这个法钞权 怎样好保持这个法钞权 就是我够劲了 我的科技够劲 我又要保持这个地位 是不是这样解读 他手上不止只有两张牌 还有的 军事力量都很重要 你看美国的难队全世界都去到 他不止去南中国海 即是阿拉伯海、地中海、大西洋 等等都去到 其他国家没有他这么大实力 以你这么说也是 他移动一下便会拼击你 全世界出兵打仗 最多是他 所以他说 美国很贊成民主 民主投票 不能投票便会拼击你 拼到你服为止 他是专用这种手段去解决问题的人 所以他武装力量 是美国维持一个地位很重要的 也是 君子我不熟悉 但我只知道 美国有不同的航空母船群 世界上有哪个还有航空母船 内地有 好像只有一只 现在是两只 英国也有些 但上面没有派飞机 可以调动到全世界不同的海 至于有航空母船群 可能只有美国才有 但现在航空母船 是否在打仗的时候 这么重要 已经不同的地方 做秀 震摄一下 以前对付伊拉克 对付利比亚 反而我们又说 今天主题是中美贸易战 中美科技战 我真的很想知道 另外一件事 就是什么 中美有什么抖斌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 你一拳,我一脚 你打一拳,我打回一拳 你踢我一脚,我又还拖你一脚 例如这样说 删了令氏馆 你删了令氏馆 我又删了令氏馆 你驱逐我的记者出境 我又驱逐你的记者出境 今次中美科技战 我个人觉得 中国的还击力度 好像没有那么大 怎样说 我现在在美国搞你TikTok 但内地 我搞不回你Facebook和WhatsApp 我都没有 如何回应这件事 我相信 回应这件事 其实用限制的方法 不是最好的方法 因为大陆都经常说 人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应该是用开放的方式 就更加好 你不让我,我开放 我开放,我便可以利用你那些东西 当然 你说大陆是否一下子 夠胆开了 之前大陆都有一些 意见领袖 赞成开 我也是赞成开 中国不是闭关自首 中国应该是 比以前开放更多 欢迎外边的人 日来投资 也好 一起合作做科研 也好 才可以对称到美国做的方式 是错的,是不合理的 以前是将企业走出去 现在就引入企业 浩德,有什么看法? 走到,走不到 欢迎你来 我听闻 好像这两天 一些国外的apps 在国内的翻墙难度高了 似乎有些人流传,都好像有些回应 不过我自己的看法 始终是企业上高的利益 我的解读 可能中国政府对这件事 始终不是碰到他们的红线 所以他们的回应 暂时都比较隐样 近期有台湾问题 可能反而真是碰到中国政府的红线 暂时是制裁一些中国企业 当然他们觉得不好 因为在国内的反对声音很多 大家都用TikTok 大家都用微信 但暂时对于政治上 他们觉得都不是一个太过压抑性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中国的反应 暂时的态度 近期都是偏向引药一些 华为的反应 就是将在美国所有的厂 撤走 撤回来 我本来在这里投资 我不是在这里投资 我就不太贊成 Tesla的厂封了它 不让它生产 Tesla如果在大陆设计多一间更好 你在上海设计多一间 不如来天津 我再给你一块地 多一间 反而对美国 反而有打击 美国的公司 说要搬去大陆 另外还可以做 凡是我的好东西都不给你 一样是科技战 凡是我有你没有的 全部不给去美国 一样可以 其实我也想问 究竟目的是什么 例如今次中美科技战 也好 我们猜度一下 猜度一下 美国总统Trump 背后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短的 他为了选举 告诉美国国民 我多厉害 我打了他两锤 打到他趴在那裡 希望选一个强的总统 另一个 刚才也说过 做这件事 最主要目的 是要压制中国未来的发展 这段时间 中国的GDP增长 一年都5-6% 美国都只有2-3% 但5-6%是不高的 对于内地支持 相对不高 相对美国来说 仍然很高 只有2%左右 已经算好 一个是减央上 一个是减央上 雖然在他下面 都迟早追过他 所以他一定要制约 他的发展速度 即GDP增幅的斜率 内地 如何都比美国劲強 尤其在疫情之后 疫情之后 疫情之后 很明显处理失当 我相信美国很快要有第二轮的救市措施 救市措施 是否因为他前一轮赚多了钱 可以拿出来救 不是 香港用盈余去救 他是透过发债去救 越发 美元地位就越弱 大家要留意 为什么今次中美科技战争 越打越烈 似乎还有下一波 不同的情况 未来 都要和浩德谈谈 我们就要谈谈投资机会 世界这么混乱 有牙有机 现在就看看状况是怎样 现在内地 如果美国限制出口制裁 大陆就要自己搞定这方面的事情 但相反 我又觉得有些 譬如硬件基建 做电信设备 那些运不到去大陆 那些又好像看得差一线 你的角度又怎样看 其实大家都见到的形势 就是中国和西方社会 由于有美国的摩擦 其实令到很多以往的生意 是不容易做的 以往我们发展得比较慢 现在就要急起直追 刚才你说过 精便很明显 过去一段时间 其实都知道 我们国内虽然做世界工厂 但其实有技术陷量就不高 所以也都没办法 因为这些战略性的产业 其实就没办法 很简单收购去加速去发展 但近年其实国内都已经花了很多功夫 最近最近 中三香港投资者可能都见到 最近国家也有很多政策 例如再多一些减税 除了政府直接用自己阿公的钱做基金 去推进 我觉得大方向是好 大家也不要太轻视 因为我们的芯片 其实我们的技术距离 有至少三四年 其实三四年听到好似很少 但在行业的发展上高 其实已经差很远 第二 即使国内晶片的自给率 开始提高 其实都很多靠国内的不同的 生产过程当中的技术 所以这件事 当然很受惠 在短期内所谓国产代替 我们现在不靠外国的东西 自己入口 我们自己要自强 但中间的技术差距 如果真的打压再加强 其实都是有违有机 有违有机 如果从投资方向去看 例如我作为一个省户股民 现在市况 好一轮又不好一轮 有什么方法可以令到投资更加稳健 有没有尤其专家教路 上星期 或近期大家听听 我们国内循环 很多产业 如果不太依赖 无论在产品最终销售的地方 或者生产过程的要素 都可能国内能够自己自给自足 可能相对你会做得好些 今天我们拍片的时候 看到騰商在美国生意很少 但制裁一下 市场突然有点害怕 反过来 大家很熟悉的美团 因为全部生意都是国内 无论你送外卖 是国内 订酒店都是国内 这类股票 相对来说 在这样的乱势当中 短期就会硬正些 施老板呢 哪方面 有没有補充投资 我一直都有说 当各国要QE去救市 货币供应会大量增加 货币供应增加 会令到资产价格上升 应该大部分东西都是上升 上升的过程中 这段时间都不断地有疫情 有中美磨擦 经常有消息的冲击 所以应该波动很大 但主方向施产价格上升 所以通常升2级下1级 升3级下2级 可能有其他位置 如果销售固定性 不够定性 至少下落就害怕 则资到下跌 白銀等貴金屬,當鈔票印得多 利息下跌時,會處於長期的升勢 實際上,剛才升破上次的浪頂 上面的阻力位,在哪裏都不知道 理應還有一段時間升 這些可以對沖貨幣貶值 地產也是實質的資產 可以利用,可以出租 始終不見了 所以,都是值得投資的地方 股票當然是購買有前景的公司 一個是行業,要有前景 一個是在同一個行業,競爭力比行家更好 買到好的行業,買到好的公司 長遠又得益 大家要留意一下 買股票的選中板塊 選中板塊之後,選中板塊的龍頭 這是一個好選擇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觀眾,我們今集股壇事件 想看更多的 又或者對司機金有興趣的話 很簡單 下一個連結,可以讓你重溫 好嗎?我們今天講到這裏 多謝兩位 對司機金有興趣的 今天內容 比例 比例 比例